- Let's go! 大家我們今天是我們正式簽約的日子了 對 我們這次有看一間房子 覺得還不錯 然後跟這個仲介 就是講詳細的東西的時候 都還蠻順利的 非常非常的順利 對 就是順利到我 感覺到有緣分了 就是這間 如果大家有看上一支影片的話 應該會看到很多 大家應該也不知道說我們是哪一間 但是搞不好也不是上一次 對 沒錯 我們今天應該還不會跟大家公開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們是哪一個 但至少我們已經是確定要搬家了 沒錯 確定了 Yeah 然後呢 在上一支影片的時候 其實也有人跟我們提到 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要退租的時候 已經是農曆七月了 對 那很像在農曆七月搬家 很像是一個 有點像禁忌的東西 想說 我們今天是簽約日 但是呢 我們這邊有準備了幾件衣服 那這些衣服呢 就是我跟美根有各準備了兩件衣服 然後那我們就要先把我們的衣服 然後掛在那邊 掛在那邊 有一點入住的感覺 對 所以今天算是我們的搬家儀式 對 沒錯 今天就是我們搬家儀式 所以撇開那個農曆七月了 對 對 這個也都已經有先跟房東講好了 對 然後我們也有準備零錢 對 然後跟米 對很像是這樣子 我阿嬤是所有人 對 就是要米、零錢、衣服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先給她包錢 我們是約早上的十點 要簽約了 現在要跟她喊 出發吧 出發了 走 簽了 這邊為什麼給她遮起來呢 是因為下面有一些資訊 就是不太方便透露 但 輸了 剛剛 而且房東還的人超好的 超級好 就是也很健談啊 然後 對 我覺得剛剛有遇到房東 有稍微聊了天了 我覺得說真的是很不錯 就是真的有感受到緣分 對 覺得就是這樣 期待啦 期待 欸我已經想好到時候 買個休港的鍋子 我要在那裡大展身手 我不會讓你大展身手的 為什麼 因為你大展身手都會變很亂 屁啦 明正你 欸我邊煮的時候 我都會邊收欸 屁啦 我會邊煮 然後譬如說這裡有垃圾 然後這樣收起來 是你 是你才會亂丟 我跟你講我會擦檯面 你不會擦檯面 但你那次不會丟啊 對 哼 我都馬上是邊煮邊熟 我跟你講 下一間齁 一定要保持乾淨 我才跟你說 你一定要保持乾淨 今天的午餐 因為外面實在太熱了 然後剛好 全年有在買一送 日本的這個細麵 叫 現在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這個架子 就是我們這個 家電櫃 因為 我們剛剛再過去看了一下 很像這個家電櫃 不太適合在那個裡面 然後加上說 好像也沒有地方放這個 對 嗯 所以 這個可能要稍微試圖一下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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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I GUESS WE'LL TAKE IT ONE BY ONE BABY ONE BY ONE Just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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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嘛 超好吃的耶 是嗎 這個醬真的很讚 而且很清爽 這個醬就這個 這個醬 在全年就有在賣的 然後跟水去一起混 而且應該也知道 我們這邊的採光 然後這邊看過去這個天空呢 是真的很漂亮 現在多看個幾眼 那今天呢 應該就是正式要開始大掃除了 能做到哪裡 我就先做到哪裡 但是老實說 今天這樣子我們早上去簽約嘛 然後我們再重新的看了一次訪 不像一開始我們聽到說 我們沒辦法住這邊的那種 太感傷的那種感覺 反倒會覺得 喔 感覺一個新的生活要開始了 所以現在期待多過於感傷 就是那個搬家儀式做完之後 我就覺得喔 就是感覺切換了一下心情 就覺得 好 就是我們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下一個地方 然後下一個生活 這樣子 沒錯 所以現在老實說蠻期待的 這個真的很小 對啊 先放一些小物 大家我剛剛呢 我有去Seven買了這個 因為原本我是要去樓下的B1 因為有時候B1 然後我們都就是丟垃圾的時候 就是可能其他住戶 他們會放這個 然後想說 欸是不是可以拿來用 但是我剛剛看樓下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 才剛打掃 對可能才剛把那些拿去丟掉了 所以呢 我就去Seven買了這個 我覺得這蠻小的欸 對啊 真的很小 我跟他說我要最大的 但是 就是這麼小 然後至於呢 我們這次 為什麼要自己這樣子用 是因為我們這次 沒有請那種整套式的搬家公司 喔 那個太貴了 對我們覺得有點貴 嗯 我們想要把那個預算的 挪在就是後面的一些生活啊 或租金上面 對 對 所以呢我們想說 這次就是自己辛苦一點 對 我們這次是有請一個小小的搬家公司 但是他們那個算是一個 一個卡車 然後呢 他會幫我們把我們包好的東西 他應該也會幫我們包一些 就是比較大型的東西 但是 這種小東西我們想說 我們就自己用 對 然後把它搬到卡車上面 他會幫我們送到那邊 然後他會再把那個東西拿上去 喔他會幫我們拿上去 他會幫我們拿上去 只是說 歸位這件事情 我想說我們自己 就要靠自己 來應該會比較好 欸 幫那家公司會幫我們歸位嗎 不會啦 應該不會吧 不會 對 直接把你的東西放上去 如果大型的可能會幫你放一下 喔對對對 我們要來開始整理一下價格 對 對 基本上衣服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會拿一個 很大一個垃圾袋 先把它分類說 一個是美根的 一個是我的這樣子 稍微整理一下 不然後面就有點忙了 因為我們後幾天還會出國去 因為我們後幾天還會出國去 我們到時候呢 我們會去季州島玩 耶 耶 欸 你為什麼要把我的 掛飾 掛在這 請還我 他把我的掛飾 掛在他自己的地方之下 好 真的是今天收了非常非常多東西 所以要來吃飯休息一下 這麼大小應該差不多 湯汁剩一點點就好 差不多這樣 洋蔥 阿寶我們就是沒醬油了 阿 阿 欸我們現在沒醬油耶 真的 請問為什麼你醬油用完 你要放這 裡面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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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水餃 吃水餃其實真的不會用到太多醬 每個都這個還有很多 吃水餃剛好 馬上買回來 你看這個呢 就是 家裡附近有超商的好處 加砂糖 OK 你要汁多還是汁上 汁多汁多 汁多 我的汁大 欸有沒有 這個景 快沒了 當然 今天 沒關係我們就是 平常心我們就是吃我們的飯 這是誰吃的 我很吃的 好東西喔 我沒吃啊 現在我們要來開動 開動 大旋風 跟他們的旅客 這...這... 大家早安 現在呢美根她在客廳那邊上日文課 就是線上的日文課 因為之前呢我有教美根 但是呢美根覺得我會 就是說中文讓美根逃過一劫 所以呢美根她說她想要完完全全不會講中文 就是沒有讓她有任何後路的情況之下 就是讀日文 所以她現在就是在上一個線上課程這樣子 然後呢大家知道我現在我的前面長什麼樣子嗎 這些呢全部都是我們的衣服 超可怕的 這個我們先用那個很大很大的垃圾袋 先把它這樣子裝起來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保養品跟杯子等等 然後呢因為今天天氣很好所以想說要出門一下 然後我們等一下我們想要去信義區那邊的Hers 大家應該也知道我就是一個Hers的超級超級愛用戶 他們是一個選品店然後裡面有非常非常多那種質感居家小物 那想說因為我們已經確定要搬家了 所以去買一些你知道居家的質感小物 沒錯 通常這個搬家這個過程是最最興奮的最開心的 因為你可以去就是想像說 你在新家你想要用買些東西啊 用什麼樣的香氛等等 所以這個呢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為畢竟呢Hers他們的slogan就是 美好生活的想像 沒錯 沒錯 這個是玉岩耶 橙皮的味道 因為我們新家應該是會有那個浴缸 所以我是來看一下 來到Hers呢怎麼可能不看香水對不對 新家應該要有一個你知道新的味道 就是要讓那個新家有個記憶點 有個記憶點沒錯 像這些的話就是我們很喜歡的香樹旅程 這個品牌 這個 呂貝橫櫻桃花 我還蠻想聞聞看是什麼味道 據說是他們的新品 對 因為我們就是 很喜歡他們最近點的無花果 然後 玫瑰那些我們都很喜歡 然後這個的話呢 又是一個果香 就是是櫻桃花的 對櫻桃 很香 非常適合我們去 這個感覺很可以當作新家鄉 很香喔 都喜歡 都喜歡 那這一瓶五花果的話呢 超級經典 應該有在看我們頻道的人 都被我們燒過很多了 對 這個是讓我們喜歡上這個品牌 香樹旅程的幾大原因 就在這一支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新家的尾道了 對 讚 20248月16 20 8月16就要進去了 而且他們現在呢 滿4200就可以 玩這個 這個 這個呢 是一個 Tot袋吧 然後有很多的這個 塗料 然後就可以自己放 然後用燙的 這樣子 是嗎對不對 然後這一個我們要選三個 對 選三個 你想要什麼 我要這一個 我要熊 不是熊 我是狗啦 這個 我想要狗 然後這個小花朵 這有點蠻可愛的 顏色比較亮 顏色比較亮 對 你看 這個三個 這個活動很讚耶 這一個 這一代的話呢 我們到時候會直接帶去新家 小卡車我們就直接放上去 對 所以這個在我們家裡目前是還不會用到 我跟大家說 Hers他們家呢就是非常非常多這種 居家的小物 你看 然後包裝都看起來很有質感 對這個的話呢 它是清潔噴霧 然後呢 這個的話是洗碗精 然後還有 你看這個 浴鹽耶 稍微小透露一下 我們是有浴缸的 因為他說這一個可以消除肌肉痠痛 對 說到Hers 怎麼可能 沒有帶香水呢 真的 畢竟我們都要換一個新的環境 嗯 那我們就是 把那一個香水當作是 紀念我們新家的幾個香水 對 所以他們現在有這個磕製的服務 然後呢我們這次磕的超級特別 我們是磕我們的入住日 對 在我們要搬家的時候 他們出新的一個味道是櫻桃花 對櫻桃花的味道 櫻桃花的味道 那這一款的話呢 它是 大家這樣子看得到嗎 有寫240816 就是我們的入住日期 就是我們的入住日期 這個 我跟大家說這個味道呢 他們也是算是新出的一個果香系列 因為像無花果它也是果香嘛 對 然後這一款這個櫻桃花它也是果香的 然後它本身它裡面有一點點的玫瑰的花香味 對 那這一款呂沛紅櫻桃花的話呢 它裡面是有櫻桃櫻花玫瑰栗子 然後也有葡萄柚 所以呢 它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清爽 而且真的超級好聞 我個人覺得跟無花果有得比的好聞 所以我們才會把它列入到我們的新家的味道 這個我想說我們入住的時候 我們來噴個幾下 讓我們呢 那一間就是這個味道 有呂沛紅三間小鎮的感覺 對 呂沛紅是哪裡啊 法國嗎 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說我們新家是什麼味道 大家可以去問我們看 那就是我們家裡的味道 對 我覺得呂沛紅櫻桃花這一款應該蠻多人都會喜歡 如果是喜歡無花果的話 對 因為無花果有帶一點點奶味 可是它這個是沒有多的奶味 對 對就是比較清透一點點 對 大家真的可以去聞聞看 有點像是那種你頭髮的髮香 對 就是那種很自然 不會讓你覺得說 喔你噴香水 對 的那種感覺 會覺得是你從體內發出來的那種味道 對真的 然後呢 這一個也是我們個人認為他們家最經典的 無花果味道 我們就是因為無花果 所以才會愛上他們的這個香樹旅程 沒錯 這次也有帶了一個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我發現我們的觀眾裡面啊 很多人跟我們一樣都是香氛孔 對 對 然後呢他們會跟我們講說 可不可以多介紹一點 嗯 這個是我們額外帶的 那這款的話呢 它叫做盲通檸檬 它就是煮掉檸檬香很重 它本身它裡面也有一些薄荷香 然後也有蘿樂 有蘿樂 所以大家應該光是這個三個 那個主調大概應該就感受得出來 能想像得到那個味道 對 它的味道大概是什麼 對 基本上它就是比較 我個人覺得男生會很喜歡 它真的很中性 對很中性 為什麼我們這次也會想要帶它呢 是因為我覺得這一款 跟無花果兩個疊起來的味道 是我個人覺得很適合男生 因為無花果它本身 調性比較偏甜一點點 然後這個盲通檸檬的話 它是比較偏酸的那個布類 所以它會有點綜合掉無花果那種花香果味 對對對 所以也會很適合男生 這一支呂貝宏 即將會是我們新家的味道 因為他們剛好也是新品 感受到非常大的緣分 新品 新家 就是用它 就是用它 而且上面我們就直接刻了 我們的入住日 這個我們永遠會記得這一瓶 我們當初可能兩三年後看到 2024年的時候這樣這樣這樣 而且它刻超快的 它刻超級快 一瞬間就好 一瞬間就好 所以你不用等太久 對然後他們從8月1號到8月31號 這一整個月的時間 大家也可以像我們一樣去做這個 我覺得這個整個活動呢 就是很適合情侶 就是很適合七夕情人節 的時候就是例如說你要送禮 刻字一起玩一下手作的過程 我覺得很讚 這一面牆啊 這個是我們自己貼的唷 對我們自己上網買來貼的 對阿 那個時候我們買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我們要退掉的話 我們這一面就是一定要拿掉 所以我們是買那種 就是用水 它就可以溶掉 也不是溶掉 就是可以濕掉的那種 對 但是現在是見證的時機 它如果有殘膠 它如果有什麼 我們就 喔 BBQ 就是BBQ 這個是專門做給租屋主的 對 好 要不要試試看 好 這個是我們在除那個美菌的 但是 因為它幾乎用完了 所以我們裡面裝水 然後據說 這一面牆 它是直接用噴水的方式 它就會 把後面的膠溶掉 喔 阿寶 教練喔 教練 喔讚 你看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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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融了融了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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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囉 吃飯 最近愛上松屋 松屋 松屋是 扭動店 但是 我覺得他們家的 其他的東西比較好吃 對 就是我們今天點的漢堡排 真的超好吃的 當然他們家的這個炸魚啊 就是加美乃滋 跟他們裡面附的那個 豬排醬 一起搭配起來 真的很好吃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的漢堡排 上面有一顆蛋 然後底下是漢堡排 他們這個也很好吃 對 這樣子拍過去啊 好像不同的家 真的喔 對啊 這兩個搭配在一起超好吃的 沒錯 那妳先吃啊 好 喔 早知道我那一點 好我就知道 好好吃喔 不要吃目睹 對 我要吃 嗯 好吃都不好吃啊 我剛剛 我要加點的時候 我就已經問過你了 我就說 我以為你點兩個是一個要餵我點 我哪有吃一次點 我剛剛我有問你啊 然後你就說 我不要 而且送屋就是 跟Skia一樣 就是送過來超快的 嗯 喔這個吃完會想睡耶 對不對 你等一下覺得不能睡 就這樣子搭配 這樣 我的睡衣 蛤 蛤 妳這是什麼啊 你看 等一下 其實它這個是有情侶的 就是套裝 我的咧 就是 我的咧 我跟你講 鏡頭沒錯 裸體睡覺 但下面有穿啊 就裸體睡覺 所以我想它應該不會再穿 所以我就 它其實是還有男生的 但是等一下 我要先摸摸看它的資料 好 欸 欸 很舒服耶 狀褲 是你喜歡的 喜歡 很可愛 小小 欸可愛耶 欸蠻可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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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根的新睡衣 超可愛 這是蠟筆小心的耶 對啊 就是 好啊我也要一見 吃什麼 肉包菜 肉包菜 一口肉 一個生菜 一個泡菜 包 很久了咧 好啊 煎 然後這樣 夾子一下 然後排排 包在一起 吃下去 好 我跟大家說 我們到時候去到我們那個新家 因為會有抽油煙機的關係 所以應該 比較多那種 就是牛排什麼的 就是煎的東西 因為像我們家就是沒有抽油煙機嘛 所以 如果你真的是要煎牛排的話 那個我們整個家裡就是 都是有煙 大家應該也有發現 我們在煮東西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用煮的東西 例如說肉豆腐 例如說咖哩飯 例如說青子凍 都是那種 用燉煮方式的 東西會比較多 但是 這其實原因是因為 我也很想要吃牛排 我也很想在家裡自己煎牛排 因為牛排是真的 最簡單 最快速 最美味 沒有抽油煙機 所以就是比較不方便 做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去到新家 沒錯 我們就可以來做那些 煎的東西 對 那至於美根她說 想要吃那個 肉 包 泡菜 對 這個快速比較好 因為如果用太久的話 會有油煙 今天泡菜應該就可以吃完了 對啊 趕快給這些吃一吃 然後今天的烤肉醬是 上次在肋皮啊買的 快速來自行 快速你出口 快速啦 快速到達到天 感谢观看